上一个视频我们介绍了这边两个柜子的四个抽屉的内容 我们今天再介绍一下这边柜子的四个抽屉都有些什么东西 这几个抽屉是各种各样的摩托 这是以前收的摩托 这个是最古老的摩托 这个大概在上海真净博物馆有一个 不少人就是牛角做的 很难得 就是没法用了 已经没法用了 就相当于自己留个标本吧 就相当于是标本 这是收拾的抱 这个最佩服了摩托的水平 这么抱托的摩托多漂亮 所以我就心疼它 所以这个抱托摩得很漂亮 摩得很漂亮 如果我要不收的话 被一些外行人拿走了以后 随随便便丢到哪里去 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价钱也不贵 我就拿下来 虽然用不上 基本上用不上 这就是各种的花线包 这是我们内行叫眼镜包 这个是我们老师傅做的线包 做相框的 他这里我以前有个视频介绍过 分成三个抱托的 所以磨起来非常容易 一二三三个抱托的 磨起来很容易 这个呢是外重硅 这个东西是 呃 那个斯塔德利的工具箱里有一个 所以我看到了 就买的了 这是个长的下载定规 然后这是一些原铲 然后刀子 这是雕刻刀 这是一套27码的雕刻刀 其实还不够 这应该100多码 但是我手里只有27码 皮刀 然后各种各样的铲 然后雕刻刀 看到了就留一下 看到了就留一下 这还是另一些包子 这里有个烟尾包 这个我们前段时间有时候也用过 烟尾包 这个是很少见的 国内很少见的一个 日本人用做日式的 做日式的那种藏子文 才华道的那种草包 现在都很少用了 这日本都很少用了 现在日本就开草包 所以这种包子已经很少见了 这个后地是组织的东西 做组织的东西 这个呢是组织专用的锯 这个锯呢是组织专用的 它的锯片非常薄 0.3毫米 这个应该是实际上最薄的锯了 它切的组织条 因为组织的木条很薄很细 所以呢 用这个锯切完了以后呢 它的物差比较小 所以呢 做组织必须要用这种锯 那么我们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包括这里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也有一些旧工具 我们以后就介绍了 我们以后就介绍了 这个箱子也有一些 这个箱子也有一些 这个箱子也有一些